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现在发现 看一个别国的世界杯 民众的热情 跟这个国家跟世界的距离是成反比的 成反比 热闹是他们的 欧洲他球场里很热闹 那就是那个俱乐部 他水平很高 但是街上市民 不同别的国家的比赛 他们真不在乎 自己吃东西 足球是不是说到底 还是一个草根阶层的一个运动 那倒也不是 所以你看 我那天跟乙军讲那个理论 可以再发展一步 我那天说 重视隐私的就叫发达国家 隐私程度低的就是落后国家 听了徐老师的话 可以再发展一步 就是太关心别人的事的 都是落后国家 不关心别人事的 都是发达国家 你看美国人 大部分美国人 青海和青岛他都分不清 但是发达国家 他都不知道是哪 没错 因为他觉得他就是世界 We are the world 所以他觉得 他不要一个世界杯 来跟世界拉近关系 一般的地方 你看看世界杯 中国很多 族域的地方 国际新闻也不太有人关心 中国现在很多族域 所以香港发达 你看咱们内地 多爱飞短流长 全民八卦 落后到什么程度 徐老师是穷国代表 徐老师这辈子的命运 你知道吗 就是一辈子 为了跟自己没关系的事 忧心如焚 夜不成眠 我记得你说过 上海一个路 什么改什么名字 然后你都在那里想来想去 关你的事 我这两天整天在想 怎么把卡塔尔的这个举办权 把它搞掉 没戏 没戏 因为什么 下一届 卡塔尔就算他不办 下面一个是印尼 因为你得先去参加了人家 就是这个竞争 中国就没参加 中国没有参加 你根本没有入这个围 中国那个张什么 张基隆 我们还来过 我们这里做过节目 他是中国的官方代表 还是亚洲主席的什么代主席 四平八文 说话文思不乐的官腔 在伦敦参加那些节目 这这这 哎呀这是 要真啊 哎呀这关我什么事 我觉得真来也不见得 你看这个巴西今年 给闹成什么样子了 在里面 房价可持续发展 我给你我给你看看照片 我给你看看照片 我给你看看照片啊 你瞧瞧巴西啊 巴西是一个水量丰富的国家 嗯 巴西这个 导演子不放照片 巴西这个国家 本来是什么 百分之好像80的电呢 靠水力发电 这个新能源 热带雨林的什么的 可是现在汗成这个样子 巴西的干汗 你再看 所以巴西人为什么闹事啊 你看 没有水了 不是因为这个 哎 不是啊 他那个女总统啊 就是前一阵为了竞选呢 就是不敢停水 本来水不够了 但是现在呢 不得不停了 不得 但是呢 他又专供这个运动员村 就是先得供这个外来的呀 于是更引起这个 那儿的居民不满 开幕式上 他不是被人 就他们自己国家的人 狂虚吗 而且用特别粗的口虚他 他当时他本来 就是开幕式之前 都不打算去了 知道会有这样一个状况 尽管有各国领导人去 他都不愿意去 去了 结果是全场的巴西球迷就虚他 我怎么听到消息 他这个半世界杯 要是成功的话 巴西要是夺冠的话 他能连任 就是问题就在这里 所以巴西现在 这个球的责任大到什么地步 问题就在那里 我有一个巴西朋友 我在就是开幕式前一天 我就问他 他说了一句 让我很惊讶的话 他说我们今年啊 巴西人不想巴西赢 为什么怎么可能 在你们自己国家办 他说因为十月份 就是那个 那个总统选举 赢了 估计现在这个总统 但是女总统就连任 脸上就贴金嘛 然后就气势如虹 但他们这次根本就反对 半世界杯 他们不是反对这个巴西队 是反对半世界杯 说劳民商财 花了特别多的钱 中国来办 中国来办 中国不怕 主要是从去年开始 他们一路在这个示威抗议 这个公共汽车在涨价 是吧 很多人不是去烧巴士啊 什么 今年这个世界杯期间 他们本来就是地铁 就威胁要全线罢工 除非你给我们涨工资12% 这也挺高的 还有人说要求公共交通 全部免费 不然我们全线瘫痪 都借着世界杯都在那里闹 所以这个啊 我跟你说先别说巴西 我现在发现呢 咱们作为这个落后国家 是吧 其实还是关心别国 关心的不够 咱们这个枪枪三人行啊 好久没说过哪儿啊 伊拉克了 我这几天我才看新闻 伊拉克快亡国了 我觉得 就打到 打到离首都90公里了 最近的 就一个小时就打到他首都了 我还以为小谷游击队 结果我觉得怎么这么厉害呢 打的 他这支队伍呢 最早是基地组织当中分出来的 其实 他原来是在叙利亚 你知道吗 这个组织外 他为什么这么就是这么强大 关键呢 他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恐怖组织 他在叙利亚的时候呢 打了一些油田下来 而且最好玩 叙利亚油不是很多的 但他有一些油田 最好玩是 他占了这个油田以后 把油卖给谁呢 卖给政府军 就是他是反政府军 拿了油再卖给政府军 他没办法他要卖嘛 还有呢 他把在叙利亚的一些文物古迹给卖掉 所以 古迹怎么卖 就卖到那个国外去啊 庙能卖走吗 庙能卖走吗 不是整个庙了 他有一些文物 据说他现在这个 他就这个叫做 这个叫什么 尼凡特 叫尼凡特 叫尼凡特 对 他的资产总额 据说达到了20亿美元 这恐怖吧 这太有钱了 你再看看那个照片 我现在对伊拉克人呢 有新的了解 你看他们在战斗 闹不清谁跟谁啊 这是战斗吗 还是欢迎 反正这是 再看下边啊 这个 你看 小朋友啊 小朋友啊 再看 所以当年咱们拍的有些电影 也是应该反思一下 什么小兵张嘎啊 什么的 这个跟联合国的其他 不太合适 咱们的少儿台现在一直放 不是 刚才那张照片 红色金饼 刚才那张照片 你看见没有 就是那种 网上放出这个视频来 网上放出视频 然后就是 逼着他 你看 就逼着就是 据说这是政府军 他们俘虏的 然后就是说 你喊 打死 喊口号 有一个政府军还挺干嘛的 就是不吭声 不吭声 当时就在打死 说这个组织特别残忍 他们是什么呢 他在叙利亚 他不是打了以后吗 他跟在叙利亚的基地组织 给闹掰了 他就往这个伊拉克来 他是想建立一个 就是横跨 这个伊拉克 和叙利亚的一个国 就是一个 一个宗教国家 所以他现在不是 往这个 就往这个伊拉克打吗 我今年二月份 我在那个巴格达 对 我就说 你去过那 我去过 我就觉得 你敢去那里啊 他跟吕秋鲁威 我们那有名的 不要命的 凤凰要去 那当然得去吧 然后 我只想去都不敢去 然后呢 他是这样子 他就是 当时你的感觉就是 这个政府啊 他本身这个政府太弱了 他那个总理啊 那个 马利基 马利基 他这个人 据说特别会搞拳术 你看他这么多年 都是当总理 他就搞这个拳斗 特别有一套 但是他胆小到自己 连绿区都不敢出 就是说 你别说出北京啊 就是宣武区他都不太敢出 就整个在这个里面 因为我记得当时呢 他在这个巴格达办了一次 就是阿拉伯这个文化节 他本人是文学系毕业的 他就跟你一样 是文学专业 他们的国防部长 也是这个文学专业毕业的 好好好 这个值得提倡 对 迪拉克一直有这个文学立国的传统 对 他们的文学很厉害 他们的文学很厉害 王某老夸他写 小说写得好 所以他们两个人 亲历办了一次这个 看来我应该去迪拉克 对 准备上绞刑架 文学绞刑架 但就这样 他自己都不敢去那个开幕式 最后送了一个总理 关怀的一个条幅过来 都不敢出来 那里面你就 而且我当时也感觉 就是发现一个最搞笑的事情 他那边检查站 特别特别的多 命运妈妈 你每天出去就是二三十个 而且不停地查你的车 就看有没有放炸弹 但是他们用的一种 查炸弹的那种 就是这个装置 就不是有个探头吗 对 新闻里都报了 英国卖给他们的假货 这个假货是什么呢 超市里面查你有没有 拿东西出去防贼的 新闻里都报过了 英国那个商人 那个公司都抓进去了 伊拉克人还在用 如果他们说 你为什么还用 你知不知道是假的 他说我知道啊 但我们发了就是得用啊 天天查几天 结果没有 然后人家有记者啊 就拿就是开着车里面 装着炸弹 装着枪 都过去检查站 没事儿 真的啊 都查过了 后来放了火箭筒过去 都没事儿 后来我在那一碰到 一个新华社记者 我就问他 他就跟我讲说 他真问过那些查炸弹的人说 你如果真的查到炸弹 该怎么办 他说那赶紧让他过去 谢谢 别在我这儿 所以你说他这个情同虚设 整个国家的安全 为什么这么乱 就这样 但是这个世界 互相之间的连锁 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伊拉克现在一半的有 是给中国的 对对对 所以他们都说是 这个美国推翻了萨达姆 但是呢中国赢了伊拉克 对 美国现在说 美国现在不是派那个航空母舰到那里去 他们说不派陆军 派航空母舰嘛 对 就跟美国国内的声音说 应该中国派去 对对 有人这样说 那中国利益比较有关的地方 槍槍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那义军你去伊拉克 你说他们那个地方到底 这个武装起来好像很容易啊 对啊 他枪支什么都没人管嘛 其实你想到过没有 自从美国这个伊拉克战争以后到今天 虽然咱不大关注了啊 但是三天两头 那个地方就是炸弹 对 就是好像从来就没有停过 美国人当时他那个第一任文官啊 那个布莫雷吧 他干了一件特别傻的事情 就是说他把他执政的这个复兴党人 全部给解散 就是不允许他们参加任何的 政府的这种这个职位 他的这个执政派就全部 把他们全部排斥在他新的这些 这个权力体系的外面 找了一帮没有经营的这个实业派过来做 当然了他觉得是让他们去翻身嘛 因为你民主嘛 你这个人多一些 就占人口大多数人应该上来嘛 三分之二是实业派 伊朗是实业派的 对 所以美国借了这个机会 现在在跟伊朗搞好关系 要跟伊朗合作 来帮助伊拉克政府对付反对派 这个听上去好像是 因为伊朗是西方的一个大患 幸福大患 这个波斯开始 他们就是害怕这个 所以他们想借这个机会 不仅是核武器 也包括他们 所以伊朗现在也有点开放 但是再看上去是美国得意吧 它隐含那个危机 因为那个反对内派 迅尼派的大本营是沙特 所以沙特一看到伊朗插手 伊拉克的事物 沙特很不开心 所以美国对沙特的关系 现在变得复杂化 对 美国跟沙特就快要离婚了 而且最近呢 又曝光了一份 美国秘密制定的新的中东地图 因为中东的国界啊 其实就是一百年前 英国人跟法国人 就是这么划 都是这么划 就是秋季尔喝着酒 把它划出来 那么美国呢 他们私下又制定过一份 又把库尔德人是一个国家 逊尼是一个国家 什叶是一个国家 现有的沙特 要分成四五个国家 美国人自己搞的这么一个图呢 最近又曝光出来了 所以这个整个事情 沙特又是美国的 沙特是美国的一贯盟友 最大支柱 但是他国内的腐败 所以美国不是说 支持人家民主吗 沙特是最不民主的 他不敢动沙特 但是美国人 沙特是女的 特别难去那个地方 最保守的 最严教的 就算我去了 我一个人不能够出街的 要有一个男的陪着才行 你出街要蒙上 肯定要 你也要蒙面上 肯定要 女的也不能够开车 去麦当劳都得隔开 我跟你说 那帮明星偷情的 可以去沙特 那狗仔被拍不着 沙特在海滩上抓到 对 你不是想扎死人 中国偷情 没有 而且就是女的 如果是 就是比较年轻的 什么单身女性 他拒绝你进去的 都是 就怀疑会有从事 不太震荡的行业等等 等等 非常野 我想说就是说 美国其实他发现 自己被沙特利用了很多年 所以他现在 为什么对伊朗 他一直不敢去动武 说要空袭要怎么样 他一直不会做这个事情 就是他发现 当年打赛达姆 也是沙特希望他去打 对吧 等等 他就说利用了很多年以后 就发现我们获得利益并不多 所以他跟沙特现在的关系 是越来越差了 他是在 你知道 美国 他介入中东 其实很晚的 一直到了193几年 是美副石油 第一次就是取得了 在中东的这个开采权 对对对 就是英国人就不行了 那个苏伊士和 苏伊士和 这个危机嘛 他们都不行了 然后就是美国人过来 他就采 他获得了 美副石油公司独家的 这个开采权以后 他开始排斥 任何别的力量再进来 就是中东就是我的了 油是我的了 你们别想再染指 他是这样一个 对 但现在的形势是 美国他有个 页炎 页炎气革命 页炎气革命 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美国自己的天然气 已经超过俄罗斯 对 所以美国现在 对中东石油的依赖 减少了 现在最依赖 中东石油的是 中国跟日本 对 所以美国的中东策略在调整 而伊拉克的时期 真的跟中国所有开车的人都有关 而且中国人在那边也特别多 有一万多是官方统计 就可能会更多 我在那边说 几乎你只要去机场 你每天看到一飞机 就整飞机的中国人过来 而且都是从 我们相对来说 比较偏远一些地方 他们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中东 从来没有来过伊拉克 什么都没听过 坐飞机在路上都要转很多次 坐二三十个小时 这样就到这个国家 那地方好玩吧 对中国人来说 我在那边碰到过一些游客的 就是真的是自己去玩的 就是中国人 但他一般是什么 对历史很感兴趣 比如说我在那边碰到过一个数学家 他就自己去 他因为对他的两河流域的文化 他感兴趣 对那个智慧宫感兴趣 就是他们以前 找巴比伦文化 找巴比伦文化 那个有点意思 还有吗 有有有 很多遗址遗迹 都比较远 很多地方你也不一定敢去到了现在 我要去 首都市没什么看 点名要去提克里特去旅游一下 那个老家是吧 不是 已经被占领了 枪枪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我看为什么这个政府军这么不禁打 哎 这叫咱们过去的话说啊 这是一支没有信仰的军队 当然他们都是信仰 伊斯兰的啊 但为什么又说 什叶派啊 对 但是为什么又说没有信仰呢 因为他内部啊 四分五裂 他好多那个俘虏的逃跑的 都是说我们一觉醒来啊 我们的指挥官都跑了 就是那个民兵 逊尼派民兵打过来 他们政府军的头先都跑了 本身这个里头 就像一个西方历史学家说啊 伊拉克本来就是个 在地图上拼凑出来的国家 都是 所以这个北边是库尔德 然后逊尼派可能站个三四成 什叶派在南方又站个几成 你 哎 你知道 他 你说 没有 这个就是他这个国名 伊拉克嘛 就是边界的意思 就是切 就切出来的这个边界 对 就是英国人当 就本来这个伊拉克和科威特 是同一个国家嘛 那个英国人就是撤走的时候 给他们就画了一条边界 他他也不知道该画哪 然后就说 以你们这个 椰枣树的尽头为边界 说完第二天 两边都在种椰枣树 就往前面种 所以你就有句很残酷的话 也说 当年为什么能维持个表面稳定啊 就是说 就是萨达姆 萨达姆就是靠赤裸裸的暴力 和大批的秘密警察 其实就是恐怖 就是 这个代价也太大了 把你制住 美国不明就里啊 就收拾他 收拾他 完了现在 就是马利基政府 不可能用这种黑社会的手段 再去干了 因为他现在 你发现 他已经有了一个西方社会的一面 这个观察镜 在看着你 那马利基政府 他也不能采取这种手段呢 那他能怎么办呢 谁能解决这个问题 在美国啊 其实二战以后 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以后 他在很多国家 是在培养一个清美的政权 没一个成的 没一个成的 没错 美国啊 你仔细想想看 没一个成的 英国当年啊 他可以派几千人 去占领人家 几千万的国家 他有办法 他用一个什么方法 按他的说法 是带来了先进的价值观啊 先进的文明啊 其实当然也有野蛮的手段 和一些轨迹 但是他的确可以操控大的殖民地 而美国呢 美国取代英国大西洋县章 就是一条嘛 就是不能有殖民地嘛 对 然后美国不能有殖民地以后 但他自己其实有的 就是菲律宾嘛 菲律宾他当初 他不敢 他一直不承认 不不不 如果罗斯福在那个军舰上 不是丘杰尔要他支持英国打仗嘛 罗斯福当时就说 战争一结束呢 我们就会让菲律宾独立 结果丘杰尔就只能表态 我们也会让我们的 所以这个被看作是一个 一个时代的转变 就是英 美国取代英国 就是要非制化嘛 可是非制化以后 美国对于这些服从国家的方法 就是培养一个清政权嘛 对 结果呢 就是那个国家最后都被另外一派占领 我跟你说 然后自己国家里就出现一个 小西贡啊 小汉城啊 就这么 小台北啊 就等等 所以美国要是去赌球 肯定出的精光 他们 全世界 美国 印度和中国 就是说人口最 就是不要叫最多吧 差不多吧 人口最大的几个市场 都不看 就都跟足球是没关系的 美国是橄榄球嘛 对吧 对 篮球啊 那个篮球 然后印度是那个棒 那个叫什么 就是那种 板球 反正就是说 所以都没有关系 美国到这种发达国家 到不发达国家啊 他这个选择的都是错误的一方 你们又讲球了 那我给你们一个知识竞赛 给你们一个知识竞赛 回答一下哪一个是葡萄牙球星 A罗 B罗 C罗 D罗 你家哪一个是阿根廷球星 这是给女球迷的问题 这是给女球迷的问题 没东没南 没西没北 哪一个是巴西球星啊 外牛尔 内牛尔 外马尔 内马尔 哪一个是英格兰球星啊 黑帕的 蓝帕的 绿帕的 红帕的 我这么怕你笑 我这一次才搞清楚谁是C罗 因为我不太关心这个嘛 你觉得他长得帅吗 我看也就那样吧 然后他是世界上赚钱第二多的球星 第一是 梅西 是吗 不是那个谁啊 那个贝啊 那个小贝 不是他吗 贝汉姆 贝汉姆 对对对 贝汉姆赚钱最多 他是有自己的内裤品牌 自己的博物馆 而且我发现这次这个世界杯 是赤裸裸的男色消费 对 所有的人不说是说球员来了 说男模来了 对对对 然后男模卖内裤 男模的女朋友卖内衣 哪一个是荷兰球星啊 粥配西粉配西面配西饭配西 饭配西 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喜事录 那天不是微博上还有一个 发一个什么段子